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新开业竟然有很多人多 泰国水灾很多人的家园就尽为一旦 但是一旦搞定之后大家就需要重建家园和买家私 于是这个时候这个欧陆品牌在泰国登陆就有很多人光顺 大家看看 现在在这个水灾期间 竟然在意大利放了这么多泰国人来买东西 恒好这一区叫巴拿 都没有受到这个水灾的影响 不要以为没人帮衬 你看 每个档塔都排了长龙 几乎比香港分店很生意 那是不是代表整个曼谷一片好景 那又不是 事实上真的有些地方水深火焰浸了 不如来看看最新的情况 11月7号旁晚再次来到BTS的磨车站 前天所见 这么多条行车线之中其中部分浸了 但现在所见 全部浸了 但幸好 那些水还未涌入习道习公园 而BTS也都维持所有的服务 这些车经军方安排 就会去购买车那边 现在身处就是磨车BTS站的外面 那现在那边就是浸道习公园 那跟着去的地方就是浸道习公园 看看那边的情况会是怎样 有艇 那沿途一直有些军车经过 那接种一些附近的人 就去回家或者买东西 那样 走到这个位置呢 我对水虚已经入水了 但不要紧 家里有队更加之长的 明天换那队 明天换那队 大家要关心的就是 集到集到viken market里面的货 会不会因此地浸湿了呢 可以告诉大家 KING哥是会的 有浪些 現在我這個後面就集到Vicay Market了 大家可以見到水浸到膝蓋的 於是估計這個星期日下個星期都應該不會開門的 前面就是窄到窄的方向 接著看這裏轉過來就是BTS十瀚塊的方向 這裏所見的水沒有剛才那麼深 而前面部分地方都可以說未浸到 我們又過前面看看 來到這個位置要講解一下 上面就是BTS十瀚塊的站 而這裏剛剛有個小橋位 是這樣的 即是拱了上來 於是如果水要經過這裏 必須有很大的衝力才可以衝過 然後流下來 幸好雜誌水的水力不算太大 浪也不算太急 於是這裏是幸保不濕 是沒有濕度的 但假設如果遲些水的力更加大 可以湧過這個關口 上來再下去的話 情況就不太表 由於感覺好像真的浸到來了 於是在這一區裏 小販又突然之間多了一種生意 就是賣這些水鞋 空街都可以賣 尤其是這些 來自內地的所謂插央鞋 不過質地和味道就不太好 站在這裏看了一陣子 挺好生意 挺多人買 這裏的居民大多數都要自備些水鞋 上班放工來到這裏就要穿水鞋 水鞋的日子固然不好受 不好過 正如皮膚曬傷了一樣 脫皮的過程是痛苦 不安和醜陋的 但當皮脫光 再長出新皮的時候 就會更漂亮更漂亮 但願泰國人可以咬緊牙筋 喊過這段日子 美好的將來就在面前 泰國人 我們支持你